这本书在美国 他的发布的名称叫Launch 这个作者叫做Jeff Walker 他是一个产品发布的方程式 所以他的书名叫做Launch 美国这个网络行销大师Jeff Walker 他是真的有这种实力 为什么 因为他的电子邮件的名单 已经超过数十万笔 数十万笔 所以你想想看 他一本电子书 如果卖台币1000块的话 他只要卖给1000个人的话 就可以赚进台币100万 用这个方式去联想 你就可以去推算了 那在美国呢 他们的名单收集量 其实是比台湾人还更恐怖的 在台湾网络行销老师 要超过一万笔名单的 其实也没几个 也不多了 那这本书呢 他会翻成台湾的这个中文版 其实我觉得蛮幸福的 因为那时候我看到那个 Launch的英文版发布的时候 我还没有多大感受 可是看到中文版里面的 被翻成中文字之后 哇 看了其实是蛮震撼的 那我现在就是来讲 这一个这本书 他主要的精华 是在讲什么 为什么叫做 Product Launch Formula 就是产品发布 他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方程式 为什么可以 让他这么快速的赚到钱 那其实他结合很多行销的知识 只是他很浓缩的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 让很多人相信 他讲的话是真的 那这是有一个方法的 而且他有心理学的公式 那如果你看到这个网站的话 这是jeffwalker.com 就是这个作者 他本人的网站 你到这个网站首页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他这边 可以输入你的电子邮件 然后去sign up 去订阅他的电子书 那你在这个programs的地方呢 你看底下这边有个 product formula launch formula 就是他的产品发布方程式 底下有个learn more 你自己去体验一下 他到底怎么去卖他的产品 自己去体验一下 就到这个网站 jeffwalker.com的网站来 然后选这个programs 然后按这个 按learn more的时候呢 跳出来什么 I want to talk to you about the very survival of your business or if you haven't started a business yet OK 他会跳出这个video1 第一个影片video1 他在介绍他这一个launch formula 就是这个产品发布方程式 那你仔细看哦 在video1这个地方啊 有video2他写coming soon video3写coming soon 点下去是没有结果的 点下去是跑不出来的 也就是他第一个给你的是一个影片 一个有价值的教学影片 但是他会预告你第二部和第三部 未来你会看到第二部跟第三部 但是现在你看不到 那什么样的状况下 你才能够看到第二部跟第三部呢 好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研究了 你会收到一个email在这里 我都把email收集起来 然后这封email点下去的时候呢 I want to talk to you about the very survival 在你注册完毕之后啊 你会收到第一封信 而且会自动跳到第一个影片 假设你的第一个影片 跳到这个网站来你那当下没有看的时候呢 你会收到一封他的email 而且点下去呢 其实他就是帮你导演到第一部影片去 等于说你当下没有去看这部影片 至少你还有第二次机会 就是收到他的email点选的时候 可以看到他的第一部影片 然后呢再看一下 之后你还会再收到第二部影片 你看这是3月9号第一封信 3月15号第二封信 然后你再把这个连结点开看一下 你会发现 诶?第二个影片 第二个影片已经跑出来了 所以他的第二封信是连结到第二部影片 那一样哦 你会看到第三部影片 Coming soon 有没有 不能点 那你要点第一部呢 点下去是可以点到第一部的 OK 发现他的技巧了吗 就是你今天可以看第二部 就一定可以看第一部 但是你可以看第二部的时候 你不能看第三部 那当你能看第一部的时候 你不能看第二部跟第三部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要做几个网页嘛 就是第一个影片的网页 跟第二个影片网页 跟第三个影片的网页 可是呢 第二个影片的网页呢 只能超连结到第一部影片 跟第二部影片本身 不能超连结到第三部 那如果你在做第三部的网页的时候呢 就变成这三部影片 都要可以超连结 都要可以看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二三 第三封信 把它点开 再看一下结果 - 你需要发展 - 有没有 这是他的第三段影片了 所以三二一都可以看 第三段影片了 然后他提供 第三段影片的时候呢 他提供一个给你下载 免费的mind map 新制图 这个新制图是什么呢 我们把它点开看一下 好下载完毕了 这个新制图呢 主要就是在介绍 这个product launch的blueprint 就是我们可以讲中文的白皮书 那他主要就是告诉你说 产品发布方程式的方法是什么 哇 你看他这边写的很细 他写的很细 就是你的每一个步骤 他都有写出来 只是说他是英文版的 然后接下来呢 你还会收到第四封信 第四封信什么呢 这一封他写 free old access page 点一下 点开来看一下 第四封信再点下去 他的超链 我们连到 一二三部影片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画面 然后呢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后一封信 一二三四 最后一封信 这一封信 点开 最后一封信的连结 点下去的时候呢 就是你有四天的时间可以考虑来购买他这个方案 那如果你要购买的话呢 请点选下面这一个 Click key to register for PLF 点下去的时候呢 就会到刷卡的页面 有没有 到刷卡的付款页面 这个呢 就是一个 我用很短的时间内 把这本书的精华讲解给你听 他就是用这个方式呢 做到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你今天看到了他的第一个影片之后 你会对他开始慢慢产生 他很专业的一种感觉 到第二部影片的时候呢 你会慢慢觉得 他真的很专业哦 而且他这个影片教学讲的蛮清楚的 然后到第三个影片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 嗯 他果然是个专家 然后呢 他还提供一个产品给你 一个免费的电子输入产品给你看 那底下呢 他都会有这个留言板 让人家去留言 跟他互动 那你会发现 一直到最后一封信的时候呢 他才开始展开销售 最后一封信 而且 他最后一封信 他还是带了一个影片 然后最后才开始展开销售 所以这个就是他整个销售流程 所以你只要模仿他 这几个页面 他就这么四段影片 四个网页的页面而已 然后最后就是连到他的购物车 最后点下去就是连到他的购物车 开始去销售他的这个课程 这个产品 那中间你又遇到一个技术问题 就是说你四个网页都做完了 没错 可是呢 这四个网页到底要怎么样全自动的寄给对方 这个就是问题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他这个注册页面注册之后 我们会连续四次 五次 收到他的信件 可是呢 你会发现 你看39号 35号 37号 321 323 然后隔六天 隔两天 隔四天 隔两天 等于说他都会间隔两三天 间隔两三天 然后才寄出下一封信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用到 这两个工具 一个就是简单做网页的工具 一个就是自动发送信任的工具 所以就可以完整的达到 这一个Jeff Walker 一桌赚近三百万这本书的作者 他的这个产品发布的方程式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这个工具就达到了他的这个方法 完成了整个销售流程 前面的这三部影片 这是重点 前面这三部影片 如果他提供给陌生访客 感觉是非常专业 而且对他来说解决了他的问题 他感觉你是专家 对你产生了信任感 那这三个影片 这三封信 就是最短的时间之内 树立你在陌生访客心目中的专家地位 一旦你在他的心目中 有了专家地位之后 你在最后一封信去发售产品给他的时候 他才容易去下单 他才会认为他带来订阅 他才会订阅 他才会订阅 他才会订阅